兄弟中的这对新郎 表情看起来是相当幸福 不过有还有担保金典 这是13年前 这对婚姻没结婚是所缺的兄弟 现在就在六国经验一件小小的地坑 今年他们是接受来建博 生意敏顶爱家庭的模範表扬 在全国也只有20个生意敏家庭 贴得这项书言 来嫁了这边很努力学习 很奋斗学习 以后小孩这样来的 一个好的给他看 人在做天在看的 就讲我真的 我睡觉没有想到 所以我希望很多心理名家来台湾 看到我可以跟我一起学习这样子 以后大家都可以拿那个奖状 在专家好的兄弟中 就能看到他们是一个相当幸福的家庭 每一条相片都有妈妈的幸福资美 不过他也跟其他的新住民同样 都会经历过 既然不通 文化不通 以及数量故乡的辛苦过程 人家说 外籍青年的小孩子 有很多人看眼睛那种 看不惜 所以我们做一个骂骂 要努力学习 给人家看 不要看不起我们的 一路走来水电辛苦 不过那时他就聚合众众的南观 很多的那种新移民过来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 嫁来乡下说真的是不容易 刚出港过来的时候 他也听不懂我们的语言 风俗也不一样 我有住过越南 我就跟他提议说 你刚刚来 你一定要从基本开始学 我鼓励他去上课 你看这两人相当地面幸福的模样 是不是让人感觉相当幸福 记者收看财荣博德